现在我跟我的同事出来我们去吃午饭 在王牧井这边感觉吃的东西还是特别多 选择还是挺多的 所以我们中午吃什么 麻辣烫吧 好 这么多选择我们选了一个 非常廉价的 这不叫廉价 这叫质朴的 可以吃点素 对一顿午餐 终于下班了 现在时间也没有那么早了 不过好在比平时下班要早一些 那么真的是比较辛苦 特别是到了年底 不过相比之下给自己加班还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心情会舒畅一点 毕竟是自己的业务嘛 好 现在我的电瓶车电池在这里充电 我就打算把电池搬过来就回家了 那我们后面再聊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是元旦 那么今天呢就到这个天坛来起个福 当然了是开玩笑的 今天呢在外面去走一走 天坛人也不是很多 所以就把口罩摘下来了 就不要问为什么没有戴口罩 那今天就到这里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就是我的2022年这一年的一些生活 总结和感想吧 这一年呢其实说实话 过得还算不错 这一年我换了两份工作 然后第一份工作呢 就是之前跟大家去聊的一个魔鬼的故事 然后去跟大家去聊 我哭着上下班 就是要考数学考高速 如果你的那个数学考的不好的话 会影响你的绩效 会影响你的工作 还有可能呢就是要把你开除 当然了今天我知道那一份工作 也是其实是不错的互联网公司了 就是到年底呢 裁员了50%到60% 还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自己的话还是比较庆幸 就是当时离开了那个工作 当然了我得说点正面的就是 首先我觉得当时学数学 考微积分考概率 我觉得对我后面的工作生活 包括计算机本身也是很有帮助的 但是确实是非常反人性的 我觉得一种工作吧 但是那个时候的工资确实非常的高啊 大概是在150万到200万 然后现金非常多 六七万吧 所以真的是工资非常高的一份工作 但是就像我之前去做一个Vlog分享 我感觉到魔鬼的故事 就是为了这个钱 为了这份工作 其实感觉就是感觉 自己跟魔鬼做了交易 在大幕子包 一直觉得是完全 很疼 疼 今天是2021年的最后一天 然后因为腿断了 然后在家里休息 然后那边是我工作的桌子 现在是大概晚上七八点的样子 然后我在家点了外卖 然后就是吃饭 点了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 就是一般的炒菜 然后巨难吃巨难吃 然后就是腿也行动非常不方便 然后刚才就有点滑倒了 然后把狗先赶回去了 就可以好好的吃饭 然后呢这个饭菜呢 就是巨难吃巨难吃 就难吃了 我都要哭了 当然应该也不是就是这个菜难吃了 我要哭了 可能有别的原因吧 但是就是觉得它难吃 当然有的人会说 就是你拿了这么高的工资 你在闲暇时间 你可以玩呀 你可以消费呀 你可以买想买的东西呀 多么的爽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生活是 你为了维持这份高工资 为了维持你平时可能 没有那么有用的高消费 你必须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然后你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崩溃 我记得我之前应该是拍了一些视频片段 就是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心情特别的糟糕 特别的想自杀 想死想离开这个世界 觉得太有压力了 太压抑了 而且你平时那个时间那么的紧张 你根本不太可能出去有时间去消费 有时间出去拍照 有时间出去玩 你拿的那个钱好像就是为了未来去给自己看病的那个钱 而且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如果这个公司他不需要你了 你不健康了 或者你的技术跟不上这个公司的发展了 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 总之这个原因非常多样了 你能明显的感觉到他会抛弃你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应该离开这个公司 今天呢我出来到三里屯这边跟朋友去聚会一下 那么我的这几个朋友呢 之前也都是互联网的大佬 一个是之前在挂自二手车吧 做一些技术的负责的工作 还有一个呢到现在呢 还是知乎的一部分的业务的技术的负责人 其实我特别想去问一问我那个知乎的朋友啊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现在知乎这么难用 好吧 话不多说了 我现在要过去跟他们去吃饭了 那第二份工作呢是做的是web3 来来来来 这点关销 那第二份工作呢 是做的是web3的和区块链的一些工作 那么为什么没有去做vlog去跟大家去分享呢 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 当然并不是因为这里有什么政策的风险啊 或者法律法规的风险 而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分享 或者说它其实是有风险的 就像我做如果做金融或者做股票的话 我一定不会去给大家去分享如何挣钱 我自己也不是对金钱有非常大的欲望的人 我只是想进去去了解一下这个行业 了解一个行业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加入它 所以我找了一个web3的公司 然后去了解整个web3的一个领域 当然这个公司也是跟朋友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也算是朋友的创业公司 但是我觉得web3我这几个月做下来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投机性 所以我在我的vlog去跟大家讲 不要轻易的去了解web3 特别是如果你不是做技术 你不懂技术的话 你肯定会遇到坑的 因为说句实话 从逻辑上来说 只有少部分人是会获得最终的胜利的 大部分人都是韭菜 特别是在投资这个领域 所以虽然当时工资给的那么的高 也像我之前分享的魔鬼的故事一样的 我发现它对我来说 并不是一个能够让我得到内心平静的 inner peace的一个行业 它会让我更刮躁更浮躁 对于金钱对于生活有更不能说不正确吧 更违背我本心的一些 期望 所以我就要离开了 但是说实话 这份工作的钱还是非常多的 就拿了这个钱 你会觉得非常的爽 也不需要996 但是你能明显的感觉到这个行业 至少在现在啊 我的看法是 它并不是一个非常非常长久的行业 大家都想短期获得一些收益 那么第三份工作呢 就是我现在在做的这份工作 是一个创业公司 做的是人力资源相关的事情 那因为我正在创业 所以不方便去跟大家去分享里面的内容 但是这个钱确实非常非常的少啊 但是这次创业呢 又是跟一个朋友创业 那我跟这个朋友呢 在一起可能有十年了 就在豆瓣的时候 我刚毕业 我们就在豆瓣 然后后面呢 一起出来去创业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在后面去聊一下创业的这个过程 然后中间创业算是失败了一个公司 然后又创业了一个教育公司 当然前面几次创业我们都是作为技术进去的 那么那个教育公司就是做的特别好 呃 一两万人就快上市了 但是遇到了政策嘛 老观众知道的 所以又出来 我去找了一份那个工作 然后做了一下web3 现在我们又找了一个还不错的方向 就又开始做 那么跟朋友创业 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你觉得在政治关系上面 在人事斗争上面是安全的 而且大家是有信任关系的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虽然这份工作工资特别的少 但是只要能维持我的生活 我就会觉得很好啊 其实我觉得很开心 然后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虽然这个公司也是前途未卜 但我觉得至少在现在 我还觉得一切都挺好的 很开心 而且你可以决定很多事情 公司的很多东西都跟你有关系 而且大家都算是很努力的想要把它做好 许白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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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白 你信不信我爱你 很亲 你又烦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爱你信不信 行啊 许白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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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庆祝跨年元旦 所以我们就打算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 然后晚上回家煮椰子鸡 来 拿个杯 先干杯一下 先把垃圾盆拿走一下 来 干杯干杯 打开录着呢 新年快乐 前方的路虽然爱情 请在小路里为我祝福 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 我在风雨之中念念 我们在国外长周围 趁着歌都唱哭了 快跳了 黑道 来 黑道 来 跳舞 来 起来 彼此跳舞了 快 来 跳舞 你是 宽空的来人 禾不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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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了 那刚才也总结了工作相关的事情 现在就去聊一聊生活方面的总结吧 那么我觉得今年的整体的生活的感觉 还是非常简单 平静 并且幸福的 就是在收入 在工作 在感情上面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挫折 都还算是比较简单 当然我觉得现在的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简单就已经非常的不容易了 所以我自己还是觉得比较感恩 那么之前我们也定下了年度的一个攒钱的计划 那么我感觉今年大概率是可以完成的 所以手上能够有一些现金 为后面做些打算 当然很多人会觉得我们家很脏 很乱 然后觉得我比如说买莱卡了 然后家里的床啊沙发都很垃圾 说实话我自己并不是很在乎床啊沙发什么的 我会为我在乎的事情去花钱 那如果不在乎的话呢 我就不会花什么钱 当然了 我们家在北京有几套房子 几辆车 而且没有贷款 所以这样也乱一下也无上大雅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说 今年的生活 在生活感情和收入这方面 说实话 没有什么壳 积栽的 说实话 没有什么壳 积栽的 我相信很多人还是会觉得 我这年过得还是不错的 我自己也觉得呢 无论从收入 还是从工作 还是从感情上面 都还是不错的 毕竟很平静 很幸福 也没有什么挫折 但说实话 我对未来还是有担忧的 毕竟马上进入中年了吧 人真的是需要接受 或者说需要学习接受编老这个过程 虽然我一直在说我的心态好 但是说实话 我不确定我自己真正的 接受了编老这个过程 我还觉得我自己现在像个孩子一样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到那一天 我能不能还是用现在的这个心态去接受编老 另外一个呢 就是马上36了嘛 在未来的职场上面 在未来的工作上面 也不知道能不能像这几年 甚至几年前那样拿到好的offer 而且也不知道这个公司能不能够真正的成功 这些都是未知数 只能说现在我唯一能做的 就是更开心 更平静地接受我的人生 格格 他是格格吗 是吗 这个是不是格格 是格格啊 这个呢 这是格格的什么人 这是格格什么人 格格结婚了没有啊 结婚的对象是谁啊 是他吗 是跟他结婚了吗 是不是 是不是 这个呢 他叫这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 慢点 坐着歇伙吧 好了啊 再见吧 跟他们摆个手 再见 摆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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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握个手 握个手 好不好 我说也不会怕的 我摆摆手 摆手 摆手 再见 来 摆手 再见 摆手 再见 你看他整个 那这个拉着 直接掌握你手 来 手呢 来 外边手 来 不愿意 来来 外边手 不愿意 来 手 来 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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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 爷爷 我们走了啊 我错了 反应不过来 嗯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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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